MING PAO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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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OK 拿完這款重劍之王 那...直接點擊開始吧 這一款我之前有玩過日服的版本啦 之前發佈的日服的影片前一陣子也有人在看 那就來看吧 這個遊戲是10號的時候應該是10號上線的 今天是6月14號 反正就禮拜天啦禮拜天來玩一下也行 這邊是使用者合約不用管他 我們就先同意 然後高品質OK 通常只是我只要我以前有發佈的一些 小心一點 有發佈的一些日服遊戲或是陸服的遊戲 然後他們在台服有上線上市之後 那些影片就會有一些流量 我就會注意到怎麼這些影片又有人來看了 那應該是要正式上線 那就來玩吧 這款遊戲我記得它就是 RPG吧 會有隻戰鬥然後 切換還蠻流暢的 那個戰鬥畫面 整個畫質還不錯 雖然是直立式的啦 直立式 聽著印象稍微回憶一下 那當時是玩日文嘛 日文的遊戲語言上就稍微不是那麼清楚 可以把我的工具列給 關掉 OK一開始就送你實驗抽 武器 這遊戲應該是抽武器啦 角色是固定的 就固定那幾隻吧 好抽到了一把這個SR狂翔曲 那是劍 劍類 然後這是斧類 這是仗類 發仗 就簡單說就法師嘛 然後劍士戰士這樣 這邊有一個角色 SSR 傑特 OK 那 反揮 調整一下我的畫面 他把刺蚊的部分給模糊了 那還需要下載的檔案就是這麼大啦 那我們就OK 給他下載一下 因為遊戲他一開始比較小 其實讓你裝到手機裡面再去下載 闇の命中 傑拉 その兄弟成長 所以 磨乾燥 說 有關 成果 原子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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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龍騎士團 又是戰亂 Rider是我們的主角 應該是吧Rider 大家看一下這個戲劇吧 畫質比較差是因為就我剛說的嘛 他的那個檔案還在下載 然後加上一開始只讓你用小程式小檔案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要跟這隻作戰吧 用這三個角色 他是有點可以滑動畫面來戰鬥 有點像在玩那個太空戰士 最終幻想的感覺 那角色給我感覺像SF Final Fantasy 這邊可以跳過 記得當初我在玩的時候 那時候模擬七槍東西沒那麼好 還蠻容易閃退的 可惜阿 直立室 直立室我用電腦玩起來就 畫面很小 但直立室很方便他的作戰 他那個操作遊戲操作 在這邊讀取一下 好出現了 好 定級技能 好 定級技能 可以換角色 這邊不是換角色 這邊是放他們的大招吧 就自己稍微行走一下 很忙啊很忙 各個擊破 好大招 英靈騎士 他是明龍喔 我叫我達妹不要勉強啊 勉強是不可以的 就很華麗啦 戰鬥真的很華麗 就讓我感覺好像 這款遊戲我應該是去年玩的啦 去年的時候玩的 沒力路 遊戲還在解壓縮中這個是新手教學 剛好說嘛大概300MB吧 新手教學的部分好像要下載300MB 然後其他部分要1G多 所以這邊還在解壓縮中 跳過之後也是要等啦 我們就加錢看一下 他就是讓你先玩 然後可以邊玩邊下載這樣 省掉你的 幫你省一些時間 這個魔龍怎麼還在那邊講話啊 廢話真多 反正男主角應該是被詛咒 他被詛咒喔 我記得他的手被詛咒 他抱走了 他抱走了 他就是要被我們幹掉了啦 我那時候就是 玩到一半就覺得很卡 他現在還是有點卡 大家發現我應該變亂攻擊 不要按技能 我覺得太卡了 技能狂按一直卡 特效太多了 好答應了答應 這略卡有沒有 大家發現卡了嗎 卡起來就對了 跟去年玩的時候差不多欸 卡 卡盾 卡盾 就只能用效能好的手機 或是找相容性高一點的模擬器 看一下動畫 記得 記得那時候玩的時候 如果有唱歌還是什麼 可能會有版曲 不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 有的話就比較麻煩一點 把他被詛咒啦 為了要爆發 我記得他被詛咒的樣子 就很王道的RPG啦 非常王道 王道道就覺得 傳統日本的RPG 就是帥氣的主角這樣 這邊我先關掉好了 我先把音樂關掉 OK 抱歉抱歉 咳了一下 好 可以囉 好 好 那我把音樂打開 因為那個 那個動畫 他唱卡我們會唱歌 我記得印象中好像有版權 OK 那就來吧 他我們是白龍騎士團嘛 這個是另外一個騎士團的 團長吧 好 印象中啦 喔 黑獅子騎士團 我們是白龍騎士團 好 好 上敵 上敵 可以稍微大聲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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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發現畫質變好了 因為已經下載完畢 所以一開始大家就 辛苦一點 下載完之後畫質就會變好啦 然後是超王道的RPG 日射RPG 然後現在有中文 好 倒走了 沒有詩意了 好 確實在 我 每個人都 在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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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在拉克 然後 我 倒了 是嗎 對 在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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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解 大家 帶來 都 好 好 呃 背景音樂很棒 然後 劇情好像感覺應該也不錯 很王道 然後畫質很好 好 重點是 台服 繁中 可以好好的看劇情 訓練完的時候我是 就稍微看一下而已 啊 因為他們有講日語嘛 所以我就還 有 大概聽得懂一半左右吧 那我們就跳過吧 想玩想看的人就來慢慢看 好 這邊先跳過一下看一下首頁的部分 這邊返回 首頁 那 你要教學的話就慢慢玩嘛 可能就會有教學 他叫我們點這個 Criesto 關卡 呃 反正繁中嘛 完全沒問題 之後會獲得其他的角色 所以劇情會獲得其他角色 有一個火焰的小男孩吧 我記得有一個小男孩 那 我就不要玩太久 嗯 可是這些東西都沒辦法耶 還是要教學才能慢慢解鎖 公告 全部都鎖起來了 那 沒有辦法看 那我再玩一下 我再玩一下 關卡 那劇情的部分 我就跳比較快 用跳的 好 我們現在只有兩個嘛 開始 出發 還在新手教學 回復攻擊防禦 你把這些圖形記一記 好可以分配他們的一些AI吧 我在想 一樣我跳過劇情就不看了 這邊要教我們如何作戰 好滑動 滑動之後可以放一些技能 然後滑回來 有沒有切換作戰 左右滑動 OK 有沒有他的戰鬥就比較 半即時有沒有 你雖然可以策略 好我們小聲點好了 OK 好 你可以這樣滑動 就 指揮你們要幹嘛 集中攻擊誰 然後是怎麼樣 然後這個還可以這樣滑 滑過去 好戰鬥成功 好二分之二 第二波 滑過來 這是藥水 可以補血 也就是說這是道具 道具 利用手勢來滑動 然後使用一些技能 道具 這邊是策略 集合 我就回來了 然後各個接獲 集中攻擊 所以說他的攻擊就很流暢很華麗 然後可以使用道具 然後我們可以做一些移動 我們可以稍微移動一下 我們是可以移動的 表示是可以一來一去的 就玩起來你會覺得很新鮮 這個操作的方法 這個遊戲的玩法 我那時候都覺得不錯 反正我就是會找一些 新友來玩 我的頻道 那這些新友 也許是陸服的 也許是日服的 但中午天會出台服 台服的代理商 就代理 就會多一點 玩過他的一些經驗 OK 那 應該還沒解鎖 沒辦法 我還是沒辦法看守夜 我那時候好像也試玩很久吧 玩玩玩玩 然後角色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有試玩 一陣子可能 早期我在試玩遊戲 都玩30分鐘以上 有的玩到快一個小時 很誇張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開麥克風 沒有開麥克風我就 靜靜的一直玩 那我再玩一關好了 我再玩一關 然後那些守夜的話 反正是中文的 大家也可以慢慢看 不會有什麼語言障礙 不會有什麼語言障礙 那主要玩法是這樣 很棒的2D立繪 然後還有3D 都不錯 然後戰鬥真的很流暢 蠻有臨場感的 是半回合的那種即時戰鬥 他不會一直打 然後你可以撤入 使用 不然也可以即火啊 一開始都不會太難啦 不會太難 好第二波 有兩個敵人 他們可以切換目標 可以切換目標 好 集中攻擊 他過來了 可以集中打 就這樣 那你們手機玩的話 就用手機點點點 還蠻爽快的 用手子來點 好 一個騎士 女騎士 好 因為劇情我都跳過了 所以就很空洞 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劇情 你們玩遊戲當然真的可以慢慢看劇情 反正有豐富的劇情還有語音嗎 還有動畫 哇要繼續耶 推薦戰力3000喔 他只能繼續打 這算新手教學 三分之二 再玩一下再玩一下 把他解完 然後看看有沒有什麼首頁可以看的 好來吧 這邊打打 OK獲勝 還有還有一波 應該是給你一個小Boss吧 Boss 感覺是機甲 喔 葛萊姆 葛萊姆 好這邊可以 技能把他break 我怕我又lag了啦 break他 好啊 break了沒有 好 break了 哇這個戰鬥真的很不錯 這還是點擊 好 點擊起來還是很不錯 起碼玩起來很新鮮 你如果玩你那一種回合式戰鬥有沒有 可以玩這種半回的 還可以做一些策略 但還是那問題啦 直立式的話畫面比較小 對 如果用手機玩的話應該也沒什麼 對我們break了 好我開始lag了 我開始lag了 進來發到最後開始爆炸 最後還是一樣 你的效能要夠啦 相能夠 相容性不夠就會這樣 小lag 小卡一下 麻痹 OK 喔 戰鬥音樂很棒對不對 我覺得很棒 然後勝利音樂也是要有的啦 基本的 OK那玩到這邊大概也20分鐘了啦 就是說你 我就覺得啦你跳一直跳一直跳20分鐘左右 然後如果你不跳的話可能看個劇情25分吧 麻煩會再獲得其他角色啦 不會只有兩隻而已 那等一下我要看一下這些音樂有沒有版權 比較麻煩 那動畫部分我不看啦 就這樣吧 看看可不可以回到首頁啊 好回首頁 這邊是通關嘛 我們回首頁 OK可以取ID了 對沒錯我都還沒取ID 我連遊戲帳號都沒弄 遊戲帳號的話應該也是用 先用本機帳號吧 然後之後要連動 玩字符遊戲大部分都這樣 他沒有做一個那種什麼Google帳號登入什麼 沒有 有沒有什麼Facebook登入 沒有就這樣你要去連動 我們找一下吧 資料連動有沒有 跟我說的一樣有沒有 你要在那邊連動 然後在那邊連動的看起來只有Google Play 設定的話 語音最大聲 然後高畫質 OK很標準的手遊啦 這種直立式手遊 就是下面選單 按鈕都在這邊 首頁 然後編隊 還有教學 他的教學是日本遊戲 習慣用的教學 就是用圖片式教學 圖片上面會有一些 敘述說明 那這是扭蛋 有沒有課金啦 來看一下課金 不知道課金放哪裡 商城 那這邊是禮物盒啦 然後這是Log 你領的時候它會有Log 日本遊戲都會做Log 做一個紀錄 告訴你曾經領過什麼東西 這是日本遊戲的特色 他們都會做這個功能 然後這是任務 商店在這 公告 那今天是6月14 6月10號出的啦 上線的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公告 沒看到 是讀不到呢 還是Lag 這邊看不到 看一下商店吧 我們把商店看一看就差不多了啦 台幣30 台幣30 可以買這個 鑽石 100個 然後 之後的筆子大家就自己參考啦 反正日本遊戲它沒有什麼VIP啊 特權 誇張 沒有像陸服一樣那麼多VIP 特權 沒有就是很單純 然後通常也沒有什麼包月啊 什麼月不月卡 你看過 比較少 所以這邊應該沒有月卡吧 我們要再看一下 然後重點是他們搞不好也沒有守處 那就是一個很王道的日本遊戲 日本守的 就是你要撇 撇出你平常玩陸服的一些大陸遊戲 大陸手遊的那種想法 就不太一樣 我覺得我們男主角 有點醜耶 這個臉 好像小混混的 那就先這樣吧 好不好就先這樣 反正就 玩玩劇情啊 主線任務 然後抽角色這樣子 很王道的一個RPG 好的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